也是我自己寫的歌 2008年就是 其實我們兩個啊 的工作啊 有點不太常見 我們在一個環保團體 環境的保護團體工作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時候 都在參與一些社會運動 我知道看不出來 但就是這樣子 那08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是算是我剛 我有一段時間很長時間在國外 然後那時候在台灣就 接觸到了樂生療療院的 事情的爭議 然後剛開始認識台灣的 生活運動開始認識有一些人 為了一些理想 在努力這樣子 那時候就寫了這首歌叫 Silly Boy 因為我其實超級不能理解 為什麼有一些人要為了別人的事情 在努力 而且這麼努力耶 真的太努力了這樣 那後來過了12年前 2020年 對結果沒想到我自己也變成 我兩個本來先是因為音樂認識的 然後後來就 其實他先變成 就是 唱藝 環境唱藝者 然後後來我就跟著也進入了這個圈子 那我自己比較少寫這方面的歌 但是還是有寫 所以Silly Boy算是一首 我很早開始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那時候可能比較像是 就是為了理想在努力的人 他們真的太傻了 然後他們這麼努力的跑著 因為它是英文的歌詞 所以我解釋一下 他就是在講說 他其實是一個擬人化的白布鞋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有個男孩子 他白布鞋都很髒了 而且都磨破掉了 那可是他就每天穿著那個布鞋帶忙這樣子 那我就在講說 你這樣一直跑一直跑 那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們可能都很想要談戀愛啊 或者想要去旅行 可是後來你開始為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在跑 那你這樣跑是很孤獨的 而且每天晚上的時候 有沒有人在跟你說晚安這樣子 但後來我一開始就覺得你好傻喔 但跑一跑就發現 欸我怎麼好像在你的旁邊跑著這樣子 所以就 我們流下的汗就灌溉了一個大樹 所以後來我的朋友就說 其實我每次唱Silly Boy的時候都是S Silly Boys 就是其實變成是很多人一起 那這首歌它並沒有辦法成為什麼運動歌曲 因為大家一聽就知道它為什麼毫無運動的可能 就是它沒有辦法在那種抗爭的場合唱 等一下聽了就知道 好 Silly Boys Silly Boy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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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首超級可愛的歌 所以你知道就是任何場合都會讓氣氛變得很和歡 因為我自己就是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的歌就是這個樣子 好喔 那今天的最後一首呢 是我不管去哪裡表演都會用同一首歌作結 我自己的生命的過程蠻特別的 所以我有很長的時間 然後我的母親一直在旅行 所以我也一直在旅行 那時候我一開始覺得旅行這件事情是出去 但到現在這個年紀才知道原來旅行是回來 有一首歌就是民歌 然後我一直覺得它代表我的心境 因為我一開始聽的時候我以為它是講去外面的世界闖一闖 我以為是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後來才知道在彈的是自由自在的神性是多麼的開朗這樣子 那這首歌就是張三的歌 所以今天最後為大家帶來唱三的歌 我要帶你到這首歌 我愛如此cos 尋念下去旅行 走遍外面的世界闖一闖 忘掉痛苦的ocaut 忘掉 Vil swims 自由自在伸心多开朗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氓 虽然没有花下悲伤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闯一闯这世界还是一片地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忘掉那悲伤 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氓 虽然没有花下悲伤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忘掉这遥远地方 我们要喝血往后 走遍外面的世界闯一闯 沒有煩惱沒有能悲傷 自由自在深心多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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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三的歌 謝謝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鐵花村 很開心開始看到鐵花村 以前一樣有喜歡音樂的朋友們 總之我是海小姐 然後我沒有特別認真地在經營我的粉絲塔 但如果想要 因為我就只有在花東表演這樣 如果想要聽更多音樂啊 或者想要就是大家 如果你很喜歡翻唱歌曲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交流一下 就可以到我的粉絲塔找我 好囉 謝謝大家今天來 歡迎 歡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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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跟我唱台語歌呢 你之前唱過啊 沒什麼啊 全心全意 全心全意在 你怎麼知道啊 你這個泰克你真的 大家沒有要回家了嗎 不過發哥想要聽那個 不過 但全心全意真的不行 因為我台語超爛 發哥要聽那個Johnny Michelle 可以可以可以 我剛剛都想這件事 因為其實我的 不好意思我要Uncle一首 就是可以先走了 但是 趕火車現在要走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之前也都是大火車來 我開始 一個人彈吉他唱歌 是因為聽到Johnny Michelle的歌 他是60年代的一個民謠的歌手 然後我就覺得 女孩子可以這個樣子 就一把吉他然後唱 然後我有一首非常喜歡他的歌曲 而且他是全世界第一首環保歌曲 所以很適合唱這樣子 這個歌叫Big Yellow Taxi 他翻成中文叫大的黃色計程車 可是他的歌詞 完全現在可以繼續使用 他就是說 我們找到天堂了 而且我們找到天堂之後 一定要鋪停車場 還有蓋精品飯店這樣子 就是我們享受天堂的方式 會不會等到失去了才發現來不及這樣 然後他在第二段說 我們把樹都砍下來放到博物館裡面吧 然後每個人收一塊半的美金去參觀 這就是我們欣賞自然的方式 會不會等到我們失去了才發現 好像要不及了 然後第三段完全跟現在 這首歌是19... 我記得1976年左右寫的歌 所以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他就想說農夫先生可不可以不要再用DDT了 那時候剛好開始有了環境荷爾蒙的問題 我可以接受我的蘋果上面有斑點 那你可以把小鳥和蜜蜂留給我嗎? 這樣就是我們現在看這些友善農業也是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他其實非常簡短的歌曲 但是他的歌詞寫得很好 他的第四段也就是歌名 就是Big Yellow Taxi的來源 他講說在一個深夜 然後他聽到門被開的聲音 然後大黃色的計程車把他的爸爸帶走了 那這個有兩個說法 就是當時他在芝加哥 有一個說法是空屋的問題 就講說汽車的空屋 然後他的爸爸過世 第二個說法是 那時候芝加哥也有他們的 有點類似白色恐怖的東西 所以他是用隱喻的方式說他的爸爸被帶走了 那時候我就發現 所以寫歌可以把這麼好的東西放進去 然後用這麼... 等一下你們聽 他是一首很輕快的歌 不會有那麼沉動的感覺 可是每個人聽完都可以回家想一想之類的 那這是我很喜歡的歌 所以按口這首OK 另外一首就太難了 OK Big Yellow Taxi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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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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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